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一起来念一遍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要如数收回 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识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妄恩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身斗 连窑带岸 上奸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粮气粮给人 也必用什么粮气粮给你们 今天我们讲到祝福这个题目 祝福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华人特别喜欢 过年的时候我们还要贴一个福字的春联 要说一些祝福的话 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去获得祝福吗 在门框上贴个福字是没有用的 因为只有一位是真正是福的 祂的就是上帝 祂的祝福是可以存续到永远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段经文来看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得着祝福 路加福音这一大段从17节开始 耶稣就开始对着门徒和百姓来讲道 对着门徒和百姓 那这一段因为它通常是在一个平地上 所以我们一般要把它称为是平原宝训 一般要把它称为是平原宝训 那耶稣在这段当中 祂就去讲论福跟讲论祸 在20节祂就说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就开始讲论 到24节又说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耶稣在讲论福 讲论祸 祂讲到神国子民所遭遇的一个状况 以及会经历到末世的一个翻转的祝福 也许现在是贫穷的 或是也许现在是饥饿的 这个不要只看作好像是物质上的 也可以说是心灵上的一个贫穷跟饥饿 或者是有哀哭的 还有因为耶稣的名被恨恶的 这些都会经历上帝的祝福翻转 耶稣而且祂应许我们 在天上的赏识是大的 在23节祂说 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识是大的 这应许我们在天上的赏识是大的 同时祂也对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自以为说富足了 自以为很饱足 可能在那边非常骄傲的喜笑 在那边自民得意 在那边赢得世界夸赞的 事实上耶稣说他们是有祸了 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 全能者的愤怒与公义的审判 而耶稣在这边讲论的福 是不是就是福 没有错嘛 对不对 耶稣在这边讲论的祸 也真的是祸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去听去了解 接着我们看到到27节的时候 耶稣话风一转 祂讲出一个转折语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 当有这种出现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那代表的是 这个只是代表的是一些条件 你想一下就好像一个老师 他今天对全班的同学讲说 基本上你们来上我的课 都可以通过 只是你们要准时上课 不要点名不到 那个准时上课是不是就一个条件 对不对 如果就是说老师 每次我点名的时候 你们都有出现 没有迟到 我点名的时候你们都有举手 那我的课程 你们基本上就一定可以通过 你也不用担心考试考不好 对不对 所以那个指示就是一个条件 同样的 耶稣今天也接着 接下来的讲论 27到38节 就在告诉我们一下 他告诉我们一些 前面讲到这些福 那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 有一个真正承受祝福 远离祸患的生活 这些条件在哪里 就是耶稣 他接下来所要讲的 而且我们要先了解到 在圣经中 神的示福 是不成比例的示福 在38节 我们刚才那边念到 他是说要用 十足的身斗 连摇待岸 上肩下流的 倒在你们怀里 你看到 耶稣是 讲的是用一个一图像 是一个充足的 分量 分量足够的身斗 连摇待岸 生怕有太多的空隙 要把它填得很满 这样整个倒在我们的怀里 那是一个丰盛的一个图像 上帝的祝福就是这样 丰盛的祝福 不成比例的要示福给我们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很多人也是这样子 领受上帝的祝福 像在创世纪讲到 以撒 亚伯拉罕的儿子 当他在迦南地发生饥荒的时候 他想要效法他爸爸 也去埃及躲一下 那时候上帝出现 对他讲话说 你不要跑去埃及 你留在迦南地 以撒顺服了 他在荒年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地耕种 已经是饥荒的时候 代表天可能没有太多的雨水 土壤也是很贫瘠 可是他依然顺服神 在那边耕种 结果圣经告诉我们 神给他多少倍的祝福 百倍的祝福 对吗 同样的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也是这样 当他接续大卫来继承 整个以色列的国王的时候 他看到以色列人这么多 所以他就跟上帝祷告说 求神给我智慧 让我知道怎么智力这么多的民 不然这么多的民 我怎么智力 因为他求智慧 不求财富 上帝喜悦他 上帝除了给他智慧 也给他什么 富足尊荣 超过当时所有的猎王 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 是不是也是不成比例的祝福 一个很难干的人 今天就算我们很厉害 我们能够努力下去 我们一分耕耘 如果你今天有个两倍的祝福 那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神的祝福可以是怎样 你不配得的 你不应得的身 依然给你 对吗 神把那个不配得的 加在你的身上 这就是祝福 所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并不叫祝福 一分耕耘十分的收获 那多出了九分才是祝福 对不对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只是你应得的而已 所以教会有个 弟兄也跟我分享过 他是做业务的 在卖推产品 有一次去找个客户 他的同事也去找过了 他的同事跟他一样 他们都是卖同样的产品 结果他的同事去 就是被那个客户提出来 根本没拿到订单 他就去了 他也是弟兄 他也不是因为是姐妹 长得特别漂亮 所以那个客户喜欢他 没有啊 他也是弟兄 他也是这样去推销 同样的产品 结果那个客户 就让他接到这个订单了 这个差别是什么 就是神的祝福 有没有神的祝福 我们看到是差很大的 对不对 所以身为神的儿女 你本来就应该是 活在神的祝福当中 因为整本圣经的主旨 都告诉我们来 耶稣来他 是为了吗 就是要拯救我们 对不对 就是要医治我们 就是要恢复 就是要赐福给我们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都看到神的作为 都一向是如此 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是 那我们既然是这样 那神的儿女 要怎么样能够获得 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呢 对不对 神既然 所以我们要想一下 如果神既然 他本来就是要赐福给你 那你要怎么获得祝福 简单讲就是 你不要去拦阻 不就OK了吗 跟你旁边人讲 你不要拦阻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你不要拦阻就好了 神要给你 你不要在那边挡住 不要不要 你不要你当然就没有了 所以重点就是 你不要去阻挡 神赐福的手就可以了 所以在27到38节 耶稣就是在教导 怎么样有三方面 会拦阻神赐福的手 是我们要去除去的 我们会拦阻神赐福的手 这三方面的态度 是我们要除去的 把这些拦阻拿去 我们的生命就必定可以去 承接上帝满满的祝福 那这到底是什么 会阻挡神的赐福的手呢 简单讲就是一些 不符合神性情的一些 内心的态度跟行为 不符合神的性情 因为你不符合神的性情 你是不是自然就离神 越来越远了 你自然就没有办法去 得到上帝要给你的祝福 所以到底不符合神的性情 态度有哪些呢 这是今天我们所要了解 而且我们要预备好 我们要去调整我们自己 再跟你旁边人讲一下 你要预备好调整自己 所以我们来看 有哪三方面会拦阻 神要赐福我们的手呢 有三方面的态度 是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个是怨恨 第一个是怨恨 在27到28节 这边就告诉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这听到的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带他们好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这边告诉我们 会面对一些恨我们的 仇敌逼迫我们的 一些咒诅我们的 凌辱我们的 所以在这边 第一个要告诉我们 那我们面对这些人 说我们的态度会是什么 我们里面很自然 就会有一种怨恨的心 所以这部分讲到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这种仇恨 要怎么样去处理 这种伤害 那这是在地上 没有办法避免的 如果今天有人 不喜欢你 伤害你 坦白讲你不需要太惊讶 我问大家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是全部人都喜欢他吗 没有嘛 也有人讨厌他 对不对 也有人要害他 对不对 所以跟你旁边讲 耶稣也这样 所以你也不要太惊讶 对不对 我们最近 马可福音不就这样吗 马可福音你看 讲到说 耶稣在那边忙着服事 忙到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吃饭了 就他的家人来说什么 耶稣你疯了 对不对 耶稣疯了 你想想看 就是你今天很努力 可能你在那边教会 很努力的敬拜 你在很努力的带小组 然后你的家人跟你说 你是疯了 对不对 你会不会很挫折 会啊 你看耶稣 他也会遇到这些伤害 对不对 不只是这样 在约翰福音还有讲到 耶稣在祝彭节的时候 他因为知道犹太人要杀他 他的时间还没到 所以他先不上耶路撒冷 他留在加利利 就他的兄弟 他的兄弟就在那边讲说 人要显阳民生 没有在这里的 你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边才能显阳民生 你知道圣经上讲什么 他弟兄为什么 跟他说这些话 是因为不信他 所以他弟兄 等于是在嘲笑他 你真的要显阳民生 不要在这里 赶快去耶路撒冷 是带着一种嘲笑的态度 在对他说话 所以你看耶稣 他也会承受这些 所以你知道重点就是说 如果连耶稣都会 我们也会 在世上没有办法避免 一定会有些人伤害我们 有些人不喜欢我们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 怎么这样没有这些事情 一定会有 所以重点在 去处理这些 负面的情绪跟打击 这才是重点 你要怎么去处理 这些负面的情绪跟打击 我们要知道 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按照圣经中的原则 圣经中的法则 来去做处理的时候 事实上对我们身心灵 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当我们害人过不去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一定会有一些烦闷 是你自己烦闷 不是那个害你的人 被你伤害你的人 他可能浑然不觉 可能还过得很愉快 是你自己心里面 会开始有烦闷 特别是 你知道我们在信主以后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等于有神的性情 在我们里面 那个神的性情 是要跟人和睦 是要跟人和好的 所以当你和人过不去 心里 就一定不会畅快 你就算说 我去做别的事 我暂时不想 可是你的心里面 还是会怪怪的 对不对 我想大家都会遇到 一种情况 特别是结过婚的 比如说你刚好 跟老婆吵架了 你刚好跟你另外一半吵架了 或是妻子跟丈夫吵架了 这时候你刚好 要来祷告会 你来这边祷告的时候 请问你祷告起来 会不会怪怪的啊 会吧 对不对 你应该会觉得 好像跟上帝好远 祷告快祷告不下去了 有这样经验 能举一下手好不好 应该都有吧 应该大家都会有啊 对不对 当你今天开始 刚好跟老婆吵架 然后开始要来祷告 真的祷告不太下去 你觉得跟上帝很远啊 对不对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经验 所以你知道人生中 一定会有这些伤害 我们可能会觉得不被了解 或是所付出的不被认同 甚至感觉到 甚至有点被出卖 背叛的感觉 但是我们今天要 因着耶稣 我们要能够 不要活在这些伤害当中 因为主对我们说 你们要去处理 要去处理这些 不然我们不会得到释放 那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根据主耶稣 在这段经文的教导 在27到28节 我们再一起来念一次 好不好 请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带他好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所以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 你要爱他 你要带他好 你要为他祝福 你要为他祷告 听完这些 你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不满了 对 主耶稣只讲了两节 你可能已经讲了一大堆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一大堆抱怨的话 可是好不好 我们是神的儿女 你相信耶稣所讲的 是不是为你好 是为你好吗 阿们吗 耶稣讲的一定是为你好 所以你先不要管你的感觉如何 对不对 但是你至少先要用你的意志 来告诉你自己 我相信主耶稣是对的好的 所以我今天至少用我的意志力 我要愿意相信说 我愿意遵循 顺服神的话语 当我们愿意这样子 用意志力 我们愿意去顺服 神的耶稣的一个教导的时候 你是有圣灵的人 圣灵一定会带领你的 他一定会让你明白 为什么主耶稣这样的教导 他会让你去经历 让你知道说 主耶稣这样讲的 真的是为你好 真的是为你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这样的心态 来面对 虽然他是讲的是 我们觉得很怪 但是我们仍然先要去顺服 你知道特别怨恨这个东西 特别难处理 所以在面对这么困难的事情 耶稣在后面又特别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处理原则 就是在37节的最后 他提到说 你们要饶恕人 就避蒙饶恕 你知道耶稣在对于怎么样 要处理我们和那些 伤害我们之间那个关系 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 他提到一个最好的药 他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药单 他帮助你 不要陷在那些伤害 基层的情绪里面 我们要能够走出来 他给我们最好的药单 就是饶恕 要给饶恕 哇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功课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饶恕 你们圣经上应该都有 避蒙饶恕 后面有个小括号 他讲饶恕的原文是什么 释放 饶恕的原文事实上是释放 这个释放指的不是 释放那个伤害你的人 不是 因为他是说 你们要饶恕人 就避蒙饶恕 后面那个避蒙饶恕的主词 应该是谁 是你们 对不对 就是你们要饶恕人 你们就避蒙饶恕 简单讲就是 你们避蒙释放 就是释放是释放 你跟我在座的每一位 当我们愿意去 按照主耶稣的教导 当我们愿意去饶恕人的时候 是释放我们自己 是释放我们自己 不是释放别人 跟你旁边的讲 是释放你自己 今天如果我们讲说释放人 如果是释放人 那伤害你的人 那你当然会觉得说 哪有这么便宜 凭什么 对不对 他应该要付出一些代价 凭什么释放他 可是如果今天是告诉你说 是释放你自己 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太棒了 感谢赞美主 对不对 这么简单就释放我了 对不对 太棒了 神知道我的苦情 神替我申缘 没有错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饶恕 我们觉得说神要替我们申缘 可是你知道吗 上帝在要替你申缘以前 他第一步 他要先释放你 他要先释放你 知道吗 所以你再跟你旁边的讲 上帝要为你申缘的第一步 是先释放你 我们自己要先得到释放 所以上帝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他就是要替我们申缘的第一步 就是你要自己先得释放 阿们吗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先被释放 上帝要替我们申缘的第一步 就是要释放我们 所以你知道 今天一个不饶恕的人 事实上是最傻的 那个被你恨的那个人 他可能睡得很安稳 他真的可能浑然不知 可能还睡得蛮愉快的 对不对 我们自己心里不安 我们自己心里在烦闷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释放 我真的 我有跟一个弟兄谈过 那个弟兄还没有信主 他也不在我们教会 他就是有一次突然下来教会 说要找传道人谈一下 我就跟他谈 那个弟兄 他事实上是刚毕业在工作没多久 可能工作个一两年而已 可是他在职场上 面对他主管的伤害 面对他主管的伤害 所以最后他就离职了 那个主管 真是很不幸的是一个基督徒 而且还是行道会的 我不知道是哪个行道会 所以你知道 他是住在板桥 所以他打一打看到 江子翠行道会 所以他就想来问一下 江子翠行道会的传道人说 为什么行道会会有这种弟兄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那边跟他聊 我就聊一聊我就发现 他对那个人有很多 他没有办法原谅那个人 他觉得他对他造成伤害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原谅那个人 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因着他不愿意饶恕他的主管 因着他不愿意 你知道他已经 他离开那个工作以后 他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他没有办法再回到职场 他没有办法再回到职场 他没有办法再去工作 他里面有一种惧怕 因着他不愿意饶恕 他一直陷在那个情绪当中 他只是一直不断地在找答案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人要伤害我 可是他只是一直陷在那个情绪当中 出不来 他变成一年多的时间 没有办法再工作 这是一个刚毕业 他前途大好的年轻人 对吗 他才在职场上遇到一个挫折 照理讲他还是继续可以往前走 他的生命还要很远大的一个梦想 不是吗 可是因着他不愿意饶恕 他陷在那个情绪当中 他的生命停顿了 他的生命在那边空转 他的生命在那边空转 只是一直不停地在问一件事情 说为什么那个人要伤害我 我真的看到说 一个不饶恕 当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 我们是被捆绑 夹制的多厉害 完全的没有办法得释放 这提醒我们是很重要的 这提醒我们是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去看待 主耶稣他的教导我们 再跟你讲一次 那是释放你自己 那是释放你自己 我们自己要先能够得着释放 否则我们就会 我们的生命会停顿 我们的生命会一直陷在一个虚号当中 是非常可怕的 这是非常可怕 所以主耶稣他必须告诉我们 给我们最好的药单就是 你们要饶恕人 你们就可以得到释放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接着主耶稣他又进一步的教导 在接下来他又进一步教导我们 对不对 从29节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 脸那边的脸也由他打 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礼衣也由他夺去 凡求你的就给他 有人夺你的东西 不用再要回来 他又继续更进一步讲到这个 那是更进一步的要求 不只是有人打你右脸算了 你连左脸也要给他打 有人拿你外衣算了 连礼衣都要给他 有人夺去你的东西 不用再要回来 你知道这指的是什么 这指的不是说 你今天就随便跑到街上去 你打我一下 然后我另外一边再给你打 不是这样 他指的是 我们人生有可能去面对一些 不合理的要求 或是别人对你一些 不尊重一些羞辱的状况 那主耶稣要我们怎么样 就是我们要选择 不要用对抗的方式 我们不要用去对抗的方式 我们不要去 不要让这些东西去影响我们 甚至我们要做得更多 这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 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讲 是很难接受的 因为世上的标准是什么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对不对 你打我一拳 我打你两拳 开玩笑 我还让你打我 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 所以你知道 对天然人来讲 对我们天然人来讲 我们是做不到的 我们真的做不到 耶稣所讲的 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 今天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乃是靠着那什么 加给我们力量的 我们可以做到 跟你旁边说 你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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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初代教会就有让我们看到 初代教会的那个执事 尸体反 当他在面对工会的审判的时候 他在那边传讲耶稣 被工会抓起来审判的时候 他指责这些犹太人是心刚硬的 这些犹太人都很火 都工会里面的人拿石头 要打死他的时候 当他面临这样生死的时候 面临一个死亡的这样的时候 他做什么事 他是跪着向神呼喊说 不要将罪归于他们 他在做什么 他竟然在替他们祝福耶 你看到没 这样一个尸体反 他在面对这样死亡的时候 他可以为他祝福 他可以做到耶 那这些经文 不是只是对尸体反讲的 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讲的 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的 我自己信主后 不久就有一次 就有一个经历 那时候我还在 还没全职 我还在电子公司上班 我是机构的rd 我是负责机构的研发设计 你知道我们机构我们产品出来 电子产品就是 我们产品出来 我们会先在工厂 有一个小量的生产 小量生产就可能抓出一些 会不会有一些产品 有一些瑕疵 有些问题 然后这些都改进的差不多 我们才会正式的去量产 所以我们就会在工厂 有些小量的生产 我们叫市产 可是在那个市产的过程中 我们就是为了要抓出问题 所以有时候 有些问题很清楚 这是rd的责任 有些问题很清楚 这是属于工厂 可能它的原物料 没空管好 可是一定会有一些 模糊地带 有没有 这时候你知道 就会有一种 就会有一种 模糊的地带 大家就会有一种 推诿的想法 有时候rd就会说 这是工厂的 工厂就会说 这是rd的 就会有这种状况 你如果在业界做事 你一定可以知道 我讲的 就会有一种这种状况 在里面发生 有一次就是这样 我觉得有一次 也是面临到 就是我们那个产品 那时候 我们这个单位 是刚好转过来 再做手机 我们开始来 加入做手机了 那手机里面 有那个天线 天线都是用那种 软性的电路板 要贴在那个机壳上 那个天线形状 一定很复杂 那对我们机构来讲 这个也不是 我们自己设计的 就是天线的rd 那些天线的rd 它怎么设计 我们就这样 去把它画出来 只是跟他讲 你可能要闪掉 一些机构上的东西而已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出来 这样做出来了 然后在市场的时候 哇那个工站 你知道对工厂来讲 他讲究是效率 他可能排了 很多工站来做 对他来讲 他希望每个工站的时间 都接近 然后时间都越短越好 这样他产能才会大 其中就是这个工站 时间特别长 时间太长了 所以在检讨的时候 工厂就说 这是rd设计不良 要rd来改 可是你知道 这对我们机构rd来讲 真的有困难 这不是我说要改就改的 因为这影响到 天线的设计 那天线都已经这样设计了 我可以乱动吗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希望 这是工厂去制程上 去改善 可是工厂觉得不是 他觉得这是我们rd的责任 这时候我们又可以 陷入那种模糊地带 我们可以来争吵 我们可以为这件事耗得争吵 可是那时候我刚好 我信主了 我刚好就读到 马太福音也有一段 在讲这个的 他里面有讲到 有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再多走一里路 所以我也是看到这一段 我就说 好吧 那我就这样来做 我就多走一里路 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团队讲说 没关系 他不做 我们来做 我们试试看看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我们透过制程的改善 我们透过一些 组装的方式的改善 于是我就跟我们的rd 我们开始去试着去做这一段 我们来做 我们透过一些字句的设计 或是一些流程的改善 结果我们把时间缩短了快一半 我们把时间缩短了快一半 这件事 我们就把时间缩短了快一半 你知道 这件事在一开始 如果在别人的眼光中 他会觉得你是什么 冤大头 对不对 他会觉得说 这明明是工厂要去改善的 你怎么自己又把它接下来做 可是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做 我们把时间压低了一半 不只是我们赢得工厂的一个尊重 连那个那时候 手机的大的leader 他还当中来称赞我们 他说这个rd team不错 你看他把问题解决了 还缩短了一半的工时 对不对 你看我们反而是 赢得了一个工厂的一个尊重 也赢得那个leader的一个夸赞 对我们这个团队 因为我们这个 华硕有很多做手机机构的team 我们算是比较晚加进去的 可是因着这件事情 我们反而得到一个肯定 对不对 所以在一开始来看 人家会觉得你是冤大头 但是反而后面你会发现 你得到的是更大的祝福 不是吗 这就是上帝所教导我们的 当然靠我们天然人 我们是做不到的 我心里面第一个念头 也是想说 你这工厂在乱讲什么 对不对 准备要跟他吵了 幸好看到圣经 感谢主 好吧 我就照着来做吧 我就多走一里路 结果得到的是祝福 我们可以做到 为什么 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 所以再跟你旁边讲一次 你可以做到的 耶稣所讲的是 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的 所以当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我们是愿意去顺服 这句经文的带领吗 还是我们仍然想按着 我们自己的想法 世界的想法来做决定呢 你知道神没有要 神不会把过于难担的担子 叫我们担上 对不对 神要你去担的那个担子 一定是你可以担的 你放心 神不会要你遇到 尸体反的状况 对不对 不会有一对人要拿石头 K你 然后你要说 主啊 为他们祷告 不用 你担心我们还不够这个 我们还不够这个资格 我们不会面临这个状况 神不会将过于难担的担子 给我们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解决仇恨 不能靠仇恨 你不能靠仇恨 解决仇恨不能靠仇恨 仇恨只是会衍生更多的仇恨而已 所以要怎么去解决仇恨呢 必须要靠的是爱 只有爱才会带来一个翻转胜利 圣经中一直跟我们传达的真理 都是要以善圣恶的这个观念 我们要用善才能去胜过那个恶 今天耶稣基督 祂是靠神迹来拯救我们吗 不是啊 祂是靠着爱啊 无条件的爱啊 十字架所彰显的 是神用那无条件的舍己之爱 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 完全的公义圣洁 祂今天却为了我们的罪 白白的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人受这么大的痛苦 祂为的是什么 祂就是为了要把我们从 为了爱 祂就是爱我们 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去救赎出来 这不是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吗 十字架是用爱去胜过 这世上一切的邪恶 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被救赎出来 我们才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 不是这样吗 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是 仇恨不能用仇恨来解决 仇恨必须要用爱来解决 而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 你不是用对等的方式来去看的 不是用对等的方式来去看 如果今天别人对你好 你才对别人好 这并不是爱 所以耶稣在三十二到三十四节 他这边才就强调说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你看他们耶稣一直用了三次去强调 你们这样做 有什么可以仇谢的呢 如果今天只是别人对你好 你才对他好 请问这是爱吗 这不过是一种利益上的考量 不是吗 这只是一种利益上的考量 连善行都称不上 所以耶稣才说 你有什么可仇谢的 你怎么还可以指望说 你这样做 还要从上帝那边得到什么赏识呢 你这样根本连善行也称不上 那只是一般不认识的人 都会这样做不是吗 那纯粹只是一种利益上的考量 而且那也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改变 但是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话 神给我们两个应许 在35节这边讲到 你们的赏识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所以你看到 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 上帝给我们两个应许 第一个是什么 赏识是大的 跟你旁边说赏识是大的 所以很重要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 我们不肯做 原因就是我们觉得吃亏了 对不对 你觉得你吃亏了 所以你不愿意做 但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这样 你不是吃亏 你这样做不是吃亏 只是放下小的 去拿什么大的 跟你旁边的说 我要大的不要小的 所以照神的话做是不会吃亏的 看起来好像是什么 吃亏在眼前 实际上是什么 祝福在后头 阿们吗 这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上帝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一直抓着那个小的 你先放掉 你放掉 放掉我要给你大的 他要给你大的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是吃亏 这不是吃亏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 神所应许的 真的是大赏识 愿意相信的说 阿们 我们要相信 这是大的赏识 如果我们愿意相信 那我们就要去放下仇恨 开始去祝福 那些去爱 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这是第一个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你的赏识是大的 第二个告诉我们说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你会说我们得救 已经是神的儿女 没有错 那是一个地位上的 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但是你知道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是从里面 都像是神的儿子 因为后面接着讲 因为他恩待那 忘恩的和作恶的 耶稣他就是这样 耶稣去恩待那些 忘恩的和作恶的 所以当我们愿意 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是从里面 都像是神的儿子 而且上帝也期待 我们要从里面 就能流露出 像天父一样的性情 所以在36节 他要讲说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你知道对上帝来讲 他不只是期待 我们只是一个地位上 是神的儿女 他更希望我们 是从里面 就流露出来 像天父的性情 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 名副其实的 神的儿子 这是他对我们的期待 我会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得救为什么是地位上 成为神的儿女 这就好像你知道吗 你今天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本来只是一个小职员 在做着一个小职员的事情 结果有一天 你的老板突然站到你的旁边说 你明天不用做这个了 我把你升成经理 你明天就去经理那边上班 你吓一跳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老板就这么决定了 结果第二天你来 你的职员的位置不见了 怎么办 可是看到 那个经理的办公室 那边贴着你的名字 真的吗 你就走进去了 哇 好大的座位 你就坐在那个座位上 你内心一定很惶恐 哎呦 为什么昨天还是职员 今天就变经理了 可是你可以一直这样 惶恐下去吗 没有办法 因为开始有些公文送进来 说经理这要你签盒 麻烦你看一下 就开始放在你的桌上了 然后你的秘书也进来跟你讲说 经理等一下要开一个会议 还有明天还要开一个什么会议 这边有一堆资料 麻烦你先看一下 可以跟开会有关的 请问这时候你要做什么 你要赶快去看 不是吗 你要赶快去看那些资料 就算你再不熟悉 你是不是要赶快去进入状况当中 你要赶快去了解 到底我经理要做哪些事 到底有哪些会要开 到底这些资料是有什么 我必须要赶快去了解 就算你再不熟悉 我们也必须要赶快去熟悉 对吗 是这样一种状况 同样的 当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 当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 你就好像突然从一个平民百姓 突然变得像王子公主一样 那是一个尊贵的地位 同意吗 你变得一个尊贵的地位 你也要开始去了解 那神的儿女 应当要如何的行事为人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 就好像那个经理 他可能再回去做职员的工作吗 不可能啊 同样的你今天是神的儿女了 你也应该赶快去了解 就算你再不熟悉 再不习惯 你也要开始去了解 神的儿女当行事为人 要怎么去行事为人 你回不到过去了 跟你旁边说 你回不到过去了 你回不到过去了 所以对于那个经理来说 他上手的多快多慢 他能够多快进入状况 只会有两种区分 一个叫什么 称职的经理 那另外一个叫什么 不称职的经理 对不对 同样的对于神的儿女来讲 你也只会有两种区分 一个叫什么 称职的神的儿女 跟不称职的神的儿女 同意吗 对不对 这也是保罗他提醒我们的 所以保罗在以佛所书告诉我们说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竟然蒙昭 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昭的恩 怎样 相称 对不对 所以你只会有两种身份 一个叫称职的神的儿女 跟不称职的神的儿女 或是称职的经理 或不称职的经理 那各位我们想一下 一个称职的经理 和一个不称职的经理 哪一个会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称职的吗 对不对 哪一个会得到老板更多的奖赏呢 称职的经理 那神的儿女不也是如此吗 你如果你希望能够活出 上帝在你生命中 那个完全的应许 你希望上帝在你生命中 每一个要给你的祝福 你都不会漏掉的话 你当然要选择做一个 称职的神的儿女 对吗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开始去对付 我们内心那种怨恨的态度的时候 你就从里面就流露出来 一个像天父的性情 你就像神的儿子一样 你就知道 你正走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 你正要成为一个有理到外 都真的是一个 名副其实神的儿女的 这条正确的道路上 而上帝的祝福 自然就会临到你的身上 同意吗 所以这都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了解的 我们要去对付的态度 就是怨恨 那第二个是什么 是论断 在37节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看这句经文讲 论断好像就像一个不倒翁 不倒翁你不去打他 他会弹回来吗 不会嘛 但是你如果一去打他 他会怎样 他一定会弹回来 他一定会弹回来 所以论断人的人 就会被人家论断 你今天如果对人家很多意见 别人也会对你很多意见 所以你要知道 每一次的论断 不管是对于论断的人 或是被论断的人来讲 事实上是双输的一种状况 双输的意思是一种状况 当你去论断别人 你伤害别人的时候 你最后也一定会伤害自己 因为耶稣事实上 在这边31节 他有提到一个原则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就是你如果希望 今天别人怎么带你 你自己先要决定 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对待别人 所以如果你今天 是用一个论断的态度 去对待别人 别人迟早会知道 你自己也会落在一个 被人论断的一个景况当中 被人论断的一个景况当中 那什么是论断呢 今天不是说 我给人家建议就是论断 所以不是说 我今天给别人建议就是论断 你知道论断的重点 不在于我们所说的话 而是在于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的态度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到底 我们的内心是如何 有两种心态 是跟论断有关的 是我们要很留意的 第一种是 自以为是 你为什么会论断别人 因为你觉得你比他优秀 对吗 你觉得你比他优秀 所以你才论断他 对不对 你觉得他很差劲 对不对 你内心有一种自大 你有一种优越感 对不对 所以这会让我们变得爱挑剔 会让我们别的亲事那个人 觉得这个人那么差劲 所以就开始论断他 所以我们变得很难欣赏别人 所以这就要小心 如果你今天发现说 你很难去欣赏一个人 你每次看到人 都是马上看到他的缺点 真的 那你可能要祷告 你里面会不会 已经有这种论断的态度 你已经有这种论断的态度 在你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留意 我们很容易 就会有一种自大的优越感 就开始我们会有一种 论断的态度 来对待别人 我以前在华神也有 那时候我在华神 学了很多解经讲道 怎么样解经 怎么样讲道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 你知道 我在听讲员演讲的时候 我通常都在想说 这家伙解经到底对不对 我要评估一下 我脑袋想的都在想这个 我不是专注在神的话 我是在专注那个人 讲解经到底有没有问题 所以当我后来发现说 当我一直在这样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生命 没有成长 因为为什么 我的焦点不是在神的话 我的焦点变成在 那个人的身上 他到底讲得好不好 我就警觉到 这样不太对 我这样好像 事实上我的生命是空转 而且也不会因为这样 我的讲道就进步了 所以后来就在神面前悔改 偶尔不小心还会这样 但是我一直提醒我自己 要很注意这一块 就是我来听讲道 不管是那个讲言 我要专注的是在 神的话语上面 对吗 这次我发现 我们都会落入到这种状况 所以保罗他也提醒我们 要对付这种内心 骄傲的态度 他在菲利比书就提醒我们 要只要存心怎样 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是要我们要存谦卑 学习去欣赏 看别人 看到别人的优点 你知道论断是不需要学习的 同意吗 今天要你去论断了 你马上可以列出来一堆问题 对不对 可是要你去欣赏 赞美别人的优点 由衷地从里面去 从内心发出来 去赞美一个人的时候 那是需要学习跟操练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要时常去提醒自己 里面是不是有一种 自大优越感 这会让我们沦落到一种 论断的一种态度里面 第二种是 恶意的快感 就是把我们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 表现不好上面 对不对 我们都可能会这样 你去想一下 我们都可能会这样 有一句成语叫做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那这个你如果往负面的方向上去的时候 很容易就变成这样 你有一种 把你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 那个软弱 别人的表现不好上面 像我以前在华神考试 考那个希腊文 背得很痛苦 有时候考试考不好 成绩不太好 看到别人 成绩比我差 感谢赞美主 心里面就得安慰了 原来我考的在整个班上 还是不错的 我们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有啊 对不对 你今天小组长也有可能 你在牧养你的小组 好辛苦 人数成长得很慢 心里面正在为此祷告的时候 突然想到 有一个那个小组长 他的人数比我少 太棒了 我不是最少的一个小组 会不会有种高兴产生 在职场上也会啊 比如说你今天业务 业绩没有达到 正在为此仇云 非常烦恼的时候 突然听到同事说 他的业绩 比我还差 感谢赞美主 等一下主管骂最凶的 应该不是我是那个人 我们会不会这样 会有这种状况的 举一下手好不好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都有可能嘛 对不对 真的啊 我们有时候都会有这种状况啊 可是你要知道 这种想法是从撒旦来的 不是从神来的 是从撒旦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听到 别人的不幸 或别人的表现不好 我们心里面却是高兴的 你知道这提醒我们 生命中有一块 是需要去对付的 千万不要让这种 恶意的快感 继续发展下去 跟你旁边讲 那是要对付的 你知道这种 这种心态背后 事实上都有一个 重要的缺乏是什么 缺乏爱 因为缺乏爱 爱虽然会责备 但是爱会对人 有多一份连续嘛 而且爱的出发点 是希望去造就人 对不对 所以他所说的话 一定是会比较有建设性 而且是会给人盼望的 而且通常在爱中的责备 我们是会先对付自己生命的 比如说今天父母 他发现他的小孩行为偏差了 所以他决定要去责备他的时候 一个在爱中责备的父母 他可能会先自己反省 我今天是不是 因为太忙于工作了 我今天是不是 因为太忙于工作 以至于我没有时间 去关心我的小孩 去了解他的想法跟需要 所以他可能觉得被我忽略了 所以他想要用一些 比较奇怪的行为 来吸引我对他们的注意 一些如果真的是在爱中 去责备的父母 他们会不会这样想 会啊 也就是说他会自己 先去反省他自己 是不是生命当中 我自己要先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当他决定 要去跟他孩子谈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自己反省过了 已经自己决定 做出一些调整 才会去找这个小孩 谈他的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当一个父母 他真的是在爱中责备的时候 他是会自己先痛苦的 他会先对付自己的生命 可是当我们是用论断的心态 来去论断别人的时候 我们不是自己痛苦 我们是不土不快 对不对 骂得非常痛快 对不对 特别是在情绪当中 比如说夫妻吵架 骂了论断完 好爽喔 真是 那是情绪上 当然事后有很大的痛苦 对不对 同样的 如果今天父母 是在情绪当中 去管教小孩子 也很容易变成这样 你会去滥用自己的权柄 用不好的字眼 用一些羞辱的语气 去批评 去羞辱你的小孩子 这样长期下来 对你小孩也会造成一些 不好的影响 他可能会对自己缺乏自信 甚至可能会自暴自弃 所以是圣经中 保罗 圣经中也提醒我们说 不要去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什么 失了自弃 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所以当我们在说一个人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先用一个 谦卑的一个态度 我们要先用一个 爱的标准去衡量一下 就知道我们今天到底 是在说一个造就人的话呢 还是真的是想要去帮助人呢 还是只是在论断别人 我们要用一个爱的标准 去衡量一下 我们只是在想显示 我们比别人优越 或是只是想把我们的快乐 去建立在别人的一个软弱上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再去说别人的时候 我们自己先用一个 爱的标准去衡量一下 这是第二个 要提醒我们去对付的态度 叫论断 那第三个 就是在37节中间所讲的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就是定罪的一种态度 什么是定罪 定罪就是把自己 当成法官的角色 用一个审判的态度 来对人看待人 但是神的性情不是这样 在马太福音 耶稣说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神的性情是连续 神的性情是连续 所以每一次 当我们用一种审判的态度 我们想要去定罪别人的时候 我们和神连续的性情 就刚好是相反 在圣经里面有个故事 福音书里面有个故事 就特别提到定罪这件事情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有个行营妇人的故事 这我们也都很熟 对不对 当法利赛人抓到一个 正在行营的妇人的时候 他们就把他拉到耶稣面前 问耶稣说 这个人要怎么助理 对不对 按照摩西的律法 我们要用石头打死他 可是当时他们是在 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是不能动用施行 你必须要先经过审判的程序 所以你知道他们事实上 是在给耶稣出一个难题 让他陷入两难的局面 他们希望可以得着一个 告他的机会 如果今天耶稣说 好啊我们把他打死吧 他们马上可以去告罗马政府 说耶稣滥用施行 把他抓起来 对不对 如果今天耶稣说 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打死他 这些人也可以控告耶稣说 你看他自己就不遵守摩西律法 我们干嘛听他的教导 对不对 所以他们实际上 是要给耶稣一个困难的 把他陷入一个两难的状况当中 但是耶稣很有智慧 他没有陷入两难 他反而去问这些法利赛人 对这些法利赛人说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 哇这句话一讲出来 那些法利赛人从老到小 突然就想到 正准备 可能已经拿了石头 正准备要砸了 突然脑袋想起来 糟了我今天早上 好像才说谎 我昨天好像才跟老婆吵架 能说没有罪吗 所以这些从老到小 每一个都无话可答 最后只能都放下石头 身上说就一个一个的走出去了 他们都默然 没有讲不出话来走出去了 最后只剩下耶稣一个人 所以耶稣最后就问 那个行音的妇人说 耶稣执起药来对他说 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什么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耶稣最后讲到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这就是耶稣他所说的 他喜爱连续 神的性情就是连续 只有撒旦才喜欢去定罪人 那喜欢定罪人呢 事实上你就会去 像撒旦的那个性情一样 就会像撒旦的那个性情一样 而对人 当我们愿意对人有一份宽容连续的时候 就是像耶稣 你想想在当下 如果连耶稣都不定罪了 是不是也没有任何人 有资格再去定那个妇人的罪 对吗 对耶稣都不定罪了 那可能有人会说 可是那个妇人明明就犯了罪 难道耶稣就不管了吗 难道这不是在放任罪恶吗 可是我们要知道 不定罪 并不代表是非不明 并不代表在容忍罪恶 耶稣很清楚知道 那个妇人的确犯罪没错 但是问题是这时候法利赛人 是把这个妇人拿到 当作一个工具来利用 想利用他们去控告 去对付耶稣的工具 请问这些法利赛人 有考虑到这个妇人的死活吗 他根本不在乎 这个妇人会怎么样 他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 控告的工具 要用来对付耶稣的工具 他们在犯下更大的罪 所以你知道耶稣这样做 他只是不想要在 不想要在容忍在原来的罪上 去支撑更多更大的罪恶而已 所以耶稣这样做 反而是在止息那个罪恶 够了就到这边就可以了 就不要再有罪恶产生了 而且耶稣也不是说 他认同那个妇人所犯的罪 因为他也对那个妇人说什么 从此以后不要再犯了 他只是给那个妇人一个 回头离开罪的机会 所以你知道不定罪 就是对人有一份怜悯 有一份宽容 有一份接纳 有一份爱的态度 你知道法利赛人所想的是 这个人犯了律法 就应该要受处罚 甚至把他当成 对付耶稣的工具 他完全没有考虑到 他会怎么样 他不在乎 事实上他不在乎这个妇人 他要么被石头打死 那就算了 要么被众人羞辱 那也无所谓 法利赛人根本没有想到 这个妇人 可是耶稣所想的是 怎么样去挽回 怎么样去重建 这个妇人 虽然他犯错了 没错 但是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简单的讲 法利赛人是要这个妇人死 那个死可能是被石头打死 或者是今天被名誉扫地 见不得人 但是耶稣是要这个妇人活 耶稣是要这个妇人活 所以很重要的是 当我们面对别人犯错的时候 我们自己内心的态度 是怎么样呢 不定罪绝不是是非不明 也绝对不是 那个容忍罪恶 耶稣是严厉的责备罪 但重要的是 我们的心是如何 我们是耶稣的心吗 我们是想去挽回一个人吗 还是我们是法利赛人的心呢 这是要提醒我们 好好去思想的 你知道各位知道 这就是教会最大的不同 你知道在世界的公司上 公司是以绩效为标准 你如果今天达不到 达不到要求 或是你犯了错 我们可以把你直接开除 我们再去找一个人 来补上来就好了 对不对 给人犯错学习的机会 这不一定是 每间公司的文化 对不对 这次公司是这样 可是教会不是这样 教会我们看中人的生命 重于那个数字 所以当有人犯错 软弱犯罪的时候 我们所想的是 怎么样去挽回他 怎么样去带领他悔改 怎么样去恢复 他和神的关系 我们怎样去陪伴他 去度过他生命的低谷 只要他仍然愿意 继续地留在教会里面 我们就会去拉住他 我们会去扶持他 而且我们相信 在神的话语 跟圣灵的大能之下 他也会慢慢得到 一个医治跟恢复 怜悯缘是向审判夸胜的 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是 拿走我们里面 那个定罪人的心 当我们愿意把 这三方面的拦阻都拿去 怨恨 论断 跟定罪的时候 我们将怨恨改为爱 祝福跟饶恕 我们将论断 改为一个欣赏跟赞美 我们将定罪 改成一个怜悯宽容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一个 给出去的人 而在三十八节 所告诉我们就是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 给出去的人 给人的 就必有给你们的 当我们给人饶恕 给人爱跟祝福的时候 上帝他也必饶恕 你的过犯 而且要给你 他的爱跟祝福 当你给人 欣赏跟赞美的时候 上帝也一样会称赞你 你是他忠心的仆人 当你愿意给人 一个怜悯 跟宽容 悔改的机会的时候 上帝也必 以他的怜悯 和宽容来对待你 你可以时常的 去经历他的恩典 而且就像我前面 所提到的 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一个 不成比例的祝福 就像经文所讲的 用十足的伸斗 连摇带岸 上肩下流的 倒在你们怀里 所以很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要过 什么样的生活 那个选择在于我们自己 当你愿意去给人好的 你也会得到 上帝最好的一个回报 所以这就是 三十八节最后所讲的 因为你们用什么 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 良器量给你们 也必用什么 良器量给你们 我们都希望 成为一个承接 上帝祝福的人 但是你今天 可以承接多少呢 就是用你本身的 那个良器 当作标准 也就是你在 量别人的时候的良器 或者我们讲的 更白一点 就是你在面对别人 甚至包括你的 仇敌的时候 你内心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的内心是被怨恨 是被论断 是被定罪 所充满呢 还是你的内心 是用饶恕 用祝福 用赞美 用宽容 用爱 用怜悯 来充满了 上帝是很公平的 当你用小小的器皿 对待别人的时候 上帝也用小小的器皿 来对你 当你用一个大的器皿 来对待别人的时候 上帝也用一个大的器皿 来给你 上帝让你自己来决定 你自己决定 你要承接上帝 祝福的一个器皿的大小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是没有限制的 你知道唯一的限制在哪里 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弟兄姐妹 我们是神的儿女 当我们今天听完 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把里面那些器皿 那些不合成心意的信心拿走 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都可以成为一个 承接上帝 祝福的一个大的器皿 阿们吗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敬拜 来回应我们的神 没有人能与你相比 主耶稳住耶稳 你深深爱我 主耶稳住耶稳住耶稳破的 主耶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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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稳 practical福的意思 我能抑制着 改变我 恢复我生命 主我真相信 你轻描大能 你却能双手 更新我生命 主我真相信 你满有能力 你却能双手 祝福我生命 主我真相信 你轻描大能 你却能双手 更新我生命 主我真相信 你满有能力 你却能双手 祝福我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讲的这些 对我们的生命真的都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 走在应许祝福的一个道路上 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态度 好像一直与那个祝福擦身而过 就好像你今天入宝山 却空手而回一样 今天所讲的三种会拦阻 祝福那种不合成性情的一个态度 有没有一些正好是你现在需要调整的 神灵是否透过今天的信息 正在对你说话呢 你是否对人有一些怨恨 或是你有一种论断的态度 或是你有一种定罪人的态度呢 求神帮助我们 我相信圣灵借着今天的信息 正在对我们今天有些人来说话 我再次提醒各位 我们不要马上就用一个抗拒的态度 在那边说 不可能 神不公平 我很痛苦 各位要想一下 如果说到不公平 谁最不公平啊 耶稣基督他受到是不是最不公平的态度 他是神的独生爱子 全然公义圣洁者 他没有犯任何的罪 今天却为着你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他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不公平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爱你 他要把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他要把你那些被蝗虫马扎所吃去的 他要更加倍的来祝福在你身上 这真的不是用公不公平来解决 而是用爱来胜过那些仇恨 上帝要你不要被那些仇恨捆绑住 他要拯救你 他要为你伸冤的第一步 他就是要先释放你 我们自己要先得到释放 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真正蒙作祝福的人生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如果你今天愿意顺服他的话语 他要让你得着释放 他要让你从那些仇恨不饶恕 让你从那些论断定罪 那些挟制你的当中被释放出来 从那些苦毒当中释放出来 活出一个真正的全新的自己 好不好 给我们自己一次机会 把那些拦阻拿手 让神的爱和神的祝福 再次的来充满在我们身上 来医治你 来恢复你 我们来数到三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你可以站着你可以跪着 用你最舒服的姿势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也许要悔改的就悔改 就跟神来悔改 我们求神更多的来触摸在我们身上 一 二 三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哦 主啊 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有时候 都会有一些不逃你喜悦的心情 我们可能对人有一些怨恨 我们可能对人有些论断 有些冰罪 主啊 我们知道这是不逃你喜悦的 那会拦住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 主啊 我们不要被这些东皮所挟制 我们不要被对别人这些仇恨所挟制 主啊 祢帮助我们从这当中去释放出来 主啊 我们自己要先得到释放 我们自己要先得到自放 主啊 祢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讲话 圣灵祢出没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认罪悔改 求祢的包裂涂抹遮改在我们身上 圣灵的大能力充满在我们身上 然后我们愿意立地心地说 主啊 我们相信祢 我们愿意顺服祢的话语 我们要把那些不拦住我们来到祢 面前的那些不合身心心的 统统要从我们里面拿走 我们要活出那个尊贵的样式 我们要活出那个祝福的样式 谢谢主啊 感谢祢 主我真相信 祢奇妙大能 祢全能双手 更新我生命 主我真相信 你满有能力 你满有能力 你全能双手 祝福我生命 我们提起手来宣告 我们提起手来宣告 主我真相信 你满有能力 你满有能力 你全能双手 祝福我生命 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 接着今天的信息圣灵 你自己来出摸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主要你帮助我们把我们那些里面 不讨你喜悦 不合成性情的那些态度 那些怨恨 那些论断 那些定罪 奉耶稣的名从我们的生命中通通的拿走 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大承接祝福的器皿 主要你帮助我们将之对行道会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不会被卡住的 我们的生命是会进入到丰盛祝福的循环当中 谢谢主耶稣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我们牌手把荣耀归给神